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郑喝得不亦乐乎 忽然大黑胖地说 想当年 郑当皇帝全靠你们几个推举 如果日后你们手下小弟推举你们 你们会怎么办 众人门听此言 个个下得心胆剧烈 胃倒在地 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来喝一杯酒 没想到套路这么深 第二天 这些参加酒宴的人 身体全都出状况了 不是头疼就是腿穴 集体请求并退 大黑胖子高兴患了 一律批准 大把赏资医疗费 这就是著名的杯酒士兵犬 那位大黑胖子 就是被誉为仁慈之主的宋太祖赵匡印 宋太祖赵匡印向这个故事流传得有鼻子有眼 似乎不容置疑 确然存在 可惜 这是断尾历史 皇帝和节度史那点事 到底怎么回事 这 就得先说说当时的历史背景了 节度史权力过大 把皇帝伺候得愈先愈死 这在赵匡印之前就由来已久 当时的唐玄宗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 设置节度史 让他们掌握边运的军 正才三大权 于是乎 那位史上最著名的大胖子安禄山 一跃成为掌握雄兵三十万 伟大不掉的实力派 从此开启地方挑战中央的先河 展开全文影视剧中的安禄山形象 安史之冠平定后 许多没有彻底归顺唐朝的叛军将领 都摇身一变成了节度史 心安理得的歌剧一方 史称藩镇歌剧 唐朝虽然出了唐德宗 唐宪宗 唐宣宗 几位赶根藩镇死磕的皇帝 但无奈中央实力太弱 节度史已成气后 唐朝只能带留生存 勉强维持 五代十国的节度史仍然牛气冲天 朱温 李存旭 石敬藤 刘之远 国为这几位龙头老大 都是以节度史起家 干翻原来的老大称了帝 赵匡印同样以兵权称雄 趁后 周氏宗柴蓉去世 把柴家孤儿华母收拾了自己黄袍加身 天子者 兵强马壮者为之 赵匡印虽然当了皇帝 但一百多年的节度使死亡缠绕 令他如蒙在背 时刻不敢放松 影视剧中的赵匡印形象 但是 他又不可能一下子就免掉那么多高级将领 所以 只能有计划地 一步步将他们调出中央军 微九世兵权 试的是赵匡印手下几位节度使的兵权 如石守信 王沈席 张令多 高怀德等人 换句话说 它是一个漫长的持续执行的消翻动作 宋太祖把节度使彻底制服那么赵匡印 是怎么解决节度使问题呢 相比唐末五代 赵匡印有一个根本的优势 强大的中央威权 之前节度使的问题无法根治 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央为米 地方强大 但北宋完全不同 宋太祖基本完成了统一 除了北汉没有拿下 武力相对来说较为强大 各地人有的节度使军队都被纳入中央 你归顺我 好吃好喝给官做 不归顺 对不起 白刀子进红兜子出 影视剧中的赵匡印 形象成的节度使李重顶和赵医节度 使李云起兵反对赵匡印 结果兵败身死 灰飞烟灭 虽说宋朝初年节度使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军权 政权 财权 但在强大的中央威权之下 谁也蹦不起来了 所以 赵匡印在酒宴上若有若无的几句话 就能把十首戏们下的屁滚尿流 时代变了 是龙你得盘着 是虎你也得蹲着 当然 赵匡印并没有完全剥夺十首信等人的权利 而是把他们外放到各地担任节度使 赐予他们优厚的待遇 还和他们连了阴 让他们心里落差不至于太大 到了宋太宗 宋真宗两朝 削弱节度使的政策继续实行 节度使的军政裁大权被彻底剥夺干净 这个困扰唐墨五代一百余年的大问题 才终于断了根 司马光不仅会砸缸 更会编段子为什么被九世兵权 成了流传千年的伪历史 这 跟几位北宋大佬脱不了干系 赵匡印消失首信等人兵权 起初是北宋大臣丁卫的笔记 丁进宫谈录记载 说赵匡印担心大将们哪天把他报了 于是 新从宰向赵普的建议 霸图石首信等人的军权 影视剧中的赵匡印形象 另一位大臣亡曾的王文正公笔录中 则说 赵匡印请石首信等人喝酒 并按示他们交权 第二天 石首信门变心领神会的主动交权 大家也看到了 这些记载都有正式的共同特点 干巴巴 枯燥单调 没有一点人间烟火气 历史怎么能这么无趣呢 当代人要对得起后世儿孙 一代是学剧将司马光站出来拯救历史了 而且 司马光还发现 王曾记录的时间有漏洞 所以 在王曾 王文正公笔录的基础上 司马光在自个的笔记素水记文中 像模像样的 重新编造了一场一波三折 高潮迭起 活色生香的酒宴 影视剧中的赵匡印形象 司马光的记载 笔定 对 王曾等人更详细 更有情节 也更吸引人 全程已久贯穿 充满了令人欢快的微醺气息 由于写得太真实 许多小伙伴一看就接受了 哪个公司的大单子 不是这样在酒桌上拿下的 再后来 李涛编写《血资质通鉴长编》 综合了网层和司马光的记录 并且对故事情节又丰富了一下 于是 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 中国人谈大事 向来喜欢以酒为媒 以酒入情 比如 明太祖朱元璋对蔡郭功臣不放心 也是用酒入题 玩了一出以酒是尘 影视剧中的朱元璋形象 大明著名大臣兼学问家宋连不会喝酒 但朱元璋经常照他喝酒 看他是否忠诚地执行命令 宋连为了保命 只能硬着头皮猛喝 朱元璋非常高兴 认为宋连听话 自己写了处词一章 又命文学是陈座醉学试诗 有酒必有诗 有诗必有酒 即便是在暗波涌动的政治场合 也离不了中国人谷 这里根深蒂固的诗与酒 更不用说 欢愉明快的朋友聚会 高鹏满座的文化盛宴等等诸如此类的场合 少不了会以酒入味 以文助性 到底是诗生华了酒 还是酒成就了诗 诗酒相合 这是中国文化悠久的传统 在中国文学史上 许多诗人以酒酿诗 以诗唱酒 由于发唇诗歌的酒母不同 每个诗人酿出来的诗 一同美酒 各有风味 陶温明的田园诗酒 闲视而淡雅 不乏酒的清芬 曾深的边在诗酒 透着雄魂大漠里悲壮的豪情 与欢歌 李白的浪漫诗酒 映照出一个醉魂归入其 笑傲欲作册的自由灵魂 杜甫 酿的大多是民间诗酒 唇香中带着苦涩影视剧中的李白形象古往今来 要说哪里的酒最好 还属芦州 众多的文人曾留下了在美芦州酒的诗词歌赋 苏式的换西沙夜饮 家酿飘香自蜀南 且娇宁月醉花间 三杯未尽醒 由三 倾注了对卤酒的偏爱之情 大诗人杨生演的花聪聪 小时频频过 落日凝光缓缓归 写出了夕阳西下在小时喝酒后缓缓归家的情景 八蜀第一太子张问陶 在他尝遍天下美酒之后来到卤州 传一道卤州 他就引出 尽愁凶蜀酒 服罪一开言的诗句 爱酒之人多爱饮诗 爱诗之人多爱饮酒 到底是诗生华了酒 还是酒成旧了诗 在卤酒备受诗人们赞誉的卤州 相信 我们马上能找到答案 2019年10月7日至11日 国际诗酒文化大会 第三届中国酒城卤州老教文化艺术州 在四川卤州盛大启目 来自中国 意大利 美国 波兰 俄罗斯 秘鲁等十余个国家的诗人 学者 文学家 翻译家等近千人受邀前往中国九城 四川卤州 众人齐聚一堂 碰撞创作灵感 交流诗酒文化 共享这场2019年规模最大的诗歌文化盛见 自2017年至今 这已经是卤州老教举办的 第三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 三年来 国际诗酒文化大会 共吸引全球五十余的国家 一百五十位国外诗人 三千多位国内诗人 数十万名诗歌爱好者参与其中 在本届卢州老教文化艺术周上 备受关注的第二届诗艺农香全球争闻赛事 第1573国际诗歌奖 也举行了颁奖典礼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奖金最高的群众性文艺赛事 也是国内 国际参与投稿最多的文化活动 首届诗艺农香全球争闻赛事 征集作品近八万件 总奖金一百九十七万元 2019年 组委会累计收到投稿二十五万余份 总奖金二百二十六万 同时 备受国际诗坛关注的1573国际诗歌奖 也重磅揭晓 这是国际首个已久名为奖项名称的诗歌奖 面向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诗人 致力于 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诗歌奖项 2018年 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子洛瓦 容获首歌1573国际诗歌奖 2019年意大利诗人 极端现实主义的 开创人归多奥尔达尼 美吉亚美尼亚诗人所内范 共同斩获1573国际诗歌奖 再次展现了诗歌 作为全球语言的魅力 不得不说 作为业内创立最早 规模最大 内容最丰富的文化大会 卢州老教引领了行业之先 创下了白酒企业与文化界水乳交融的优秀典范 除了与全球诗人进行互动 卢州老教还延续了网界传统 开展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剧目李白 恰同学少年惠敏演出 为了提升活动参与者 和广大声明的获得感 卢州老教还邀请了八位文化学者开设九成讲坛 讲坛内容涵盖诗歌 民谣 文学和文艺创作等方面 干货满满 此外 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艺术家们 还面向卢州市四县三区的中小学生 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大师课程 琵琶演奏家林家庆 李白 舞剧导演谈 宝全 小提琴演奏家曹欢 女高音歌唱家朱力群等艺术家 为师生讲授契乐 声乐 舞蹈知识 一千余名诗人和诗酒文化爱好者 在诗与酒的交融中欢聚 这是一次薄牙子欺骗的把酒演欢 更是一场让所有人终身难忘的文化胜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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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